中環交易廣場 屬立在中環交易廣場外的雕像雲端 出自青年藝術家任哲之手 雕像網絡似是兩個人對壘 其實是一個人與自己的較量 我很喜歡武士 因為我覺得武士是兩個方面 第一是要不斷超越自己 其實真正的武士 不是對外的殺戮和征服 他更多的是每天和自己的對話 然後不斷不斷地超越 昨天的自己的這一個狀態 同時我很喜歡武士的這種勇氣 因為我覺得所有的人 尤其在現在的這個時代 其實很多的頭腦是足夠的 但是我們有沒有超越自己 改變自己的勇氣 我們有沒有這種精進的勇氣 才是一個我們需要尋找的方向 這一尊沉白羽雕像 靈感源自唐代詩人盧倫描寫武將李廣的詩句 平名沉白羽 沒在石嶺中 手持弓箭促勢待發的造型 予以勇往直前 跳出舒適圈 發揮自身內在的潛能 來自北京的任節 今年亦勇於接受新挑戰 他已經獲批高端人才通行證 正式落湖香港 政府去年年底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重點招攬高收入人才 和全球百強大學畢業生來港發展 截至上個月底 一共收到超過14000宗申請 超過8700宗獲批 任節正是其中一員 他形容香港是中國最好的對外交流窗口 期望通過香港將中國文化帶到世界 北京很好 但我更希望能讓中國文化走出去 我也希望借助香港這樣一個國際化的城市 能把更好的中國文化做更好的傳播 因為其實香港是亞洲的金融中心 全世界的人都在香港進行匯聚 所以我也希望在這麼好的一個平台裡 能有更多的機會 也能有更多的途徑 能把中國的文化和所有的全世界的人 見面交流分享 包括新大學 相聚的